兄弟姐妹们元气骑士前转 他来了 三档复飞测试将于九月十号正式开启 而今天雕刻将花三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全网最全的公愿 因此各位兄弟姐妹们 视频制作不易 丘哥三连 非常感谢大家了 第一职业分类 游戏中总共有六种职业 他们分别是战士 射手 风暴术师 守卫 盗贼 以及我们的火焰术师 战士啦 三金百战 主要使用的是一个近战武器 又能扛又能打 所以说战士啦 是萌新玩家的首要之选 第二个角色啦 就是射手啦 对于射手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能走好位 这个角色也肯定是你的首要之选 第三个角色啦 就是我们的风暴术师 对于这个技能控制 B元素和电元素的角色来说 如果你能操纵好他 伤害是绝对爆表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非常好蓝 所以把握不好蓝的 请谨慎选招 第四个角色啦 就是我们的守卫啦 对于这个角色来说 防御是非常强大的 因此我建议萌新可以选择这个角色 来尝试一下 第五个角色就是我们盗贼啦 对于盗贼来说 他的爆发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用另外的话来说 他就是一个刺客 所以喜欢爆发的小伙伴们 可以选择这个角色 至于最后的角色 就是我们的火焰术师啦 对于这个角色 他是完全操控火焰术的一个单独角色 所以说喜欢这个火焰术的小伙伴们 可以选择他 好了兄弟们哈 第一个类别的职业 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重点 就是他的Boss类别啦 在原济骑士星座当中 Boss类别是非常之多的 每个地图都有一个Boss的存在 而不同地图的Boss 肯定难度也是不同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简单来看一看 有哪些Boss啦 而在雕刻经历过的这些Boss当中 我个人觉得最难的还是这个大骑士啦 反正我是打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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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才过去的 因此小伙伴们遇到这个Boss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的和他进行交战哦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第三个重要类点 就是小边的类别啦 每个地图都有多种小怪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来看看这些小怪吧 好了由于这个地图太多 小别类别也太多了 因此接下来想要探出小别类别的 还得自己去体验咯 至于最后一个重要点就是他的雕像啦 在这个游戏当中 每个雕像都有它的不同作用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盗贼雕像 作用周围为增加一圈飞舞的剑 第二个雕像就是我们的战士雕像 作用分身三个战士同时战斗 第三个雕像就是风暴雕像 作用在小别之间传递感应点传递伤害 第四个雕像就是守卫雕像 作用就是将体型增大几倍 应该是可以增加双抗的 第五个雕像就是射手雕像 作用是远程增加三把飞舞的宝剑 至于我所遇到的最后雕像就是火焰雕像 作用是从天而降一坨带火的陨石 好了兄弟们今天的攻略已经介绍完毕 总共会有四个重要类点 就不知道你学会了吗 最后还是求个三点 谢谢大家喽